彭博 年紀錄 好棒 幹你大佬 今晚吃什麼菜 說起就多了 蒜蓉包 蒜蓉 芫荽蒸圓頭煲 蒜蓉雞粒炒飯 還有蒜頭餅乾 你吃什麼 這麼多蒜頭 不如說蒜蓉 炒大蒜 好不好 是甜品來的 算了不跟你吃了 我叫我去買蒜 我真是很漂亮 這顆蒜頭這麼小 平均無奇 又抽又難吃 還說健康 健康什麼 我不同的 今天我學了一個實驗 如何證明蒜頭有益 讓我做給你看 今天我們做一個關於蒜頭 和細菌的實驗 而我們要準備的實驗材料有 兩個涼杯 雞糠一盒 魚膠粉一盒 玻璃棒 八個細菌培養餅 一包糖 加熱氣一個 元桶器皿一個 棉花棒一盒 和蒜頭一個 還有羹一個 我們希望可以利用雞湯型膠 為細菌製造一個生長環境 到最後比較一下有蒜頭 和沒有蒜頭下的細菌數量 首先我們把蒜頭去皮 然後再把蒜頭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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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大約150毫升的雞湯 把雞湯倒入量杯 準備大約150毫升的清水 把清水和雞湯混和 然後準備一包糖 把3匙匙的砂糖加入鸡汤混和 然后用120度高温将鸡汤加盐 然后准备半盒鱼胶粉 将鱼胶粉倒入凉杯 然后加入少量清水 将鱼胶粉加入鸡汤 然后将一半的鸡汤倒入另外一个凉杯 将切好的蒜头放入其中一个凉杯 然后准备8个细菌培养铭 然后将有蒜头的鸡汤倒入4个培养铭中 至于没有蒜头的鸡汤也倒入4个铭中 将8个铭放到摄氏4度的雪柜里面 凝固了之后将它拿出来 我们使用清水作为细菌生长的第一个样本 然后利用口水作为细菌增长的第二个样本 用鞋底作为第三个样本 用鞋底作为第三个样本 这是清水的样本 白色点的就是细菌 这个是腿翼的样本 这个是鞋底的样本 而最后这个是地板的样本 大蒜是一种非常有益的食物 大蒜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特别有一种叫大蒜素 可以一制细菌和病毒 所以对细菌和病毒有非常合的一制和杀菌作用 大蒜除了可以抗硬 亦都对中老年人的心血管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是蒜头 这么有益 那你也要吃高一点蒜头 那今天就做了蒜蓉牛肉糕给你吃吧 哇不好啊 可不可以不要吃 刚才有蒜头有益 是的 但是 那你怎样也吃一点 确实是你大陆做得很棒 好了 唯有身体 唯有健康 我吃 中文字幕组 中文字幕组 布菇